今天晚上有什麼吃的 咖啡 像朋友一樣 陪聊也難不倒他 夏普首款機器人 因為日劇月星交期爆紅 如今第二代上線 不只可以拍照 還能聲控家電 明天的千葉県天氣 貼心提醒明日天氣 除了發信 打電話 播音樂等等 基本功能 還多了秘密武器 爸爸 歡迎光臨 孩子一到家 媽媽馬上收到照片通知 新增的看家APP 家中動靜 機器人不但可以 拍照傳給你 還可以觀看 即時影像 大家好 我是愛 大家好 我是根太 高歌的全台耍寶 小可愛小愛吐槽 一搭一唱 這款搞笑機器人 可是醫院的秘密武器 撫慰癌症病患 那你知不知道 大阪是怎樣的嗎 那是 塔塔的有名 不過最厲害的可是這位 點頭眨眼 溫柔婉約的外型 迷倒眾人 他是中國大陸最新研發的 AI人妻 不僅會聊天 幫忙做家事 連體溫都像真人 就對廣大宅男來說 簡直是太好的福音了 這種新型的人工智能模擬妻子 每一個都有頂尖的設計師 親手設計 每一個無關都是獨一無二的 購買者甚至還能根據 自己的喜好進行定制 有網友擔心 糟糕了 日後做什麼事 都要被監控 但也有人認為 有AI人機賠 也是一種新體驗 並不排斥 東京產經新聞綜合報導 特地震訪